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连续空间的第二种空间 叫非次负空间 但是在这个空间讲解之前 我们先来补充一下上解内容中 我们说的始终论和始终copy的一个问题 在面试中 我们如果他只是想考察一下我们的函数工底 就是内部工底的话 你是可以就光按照我们讲的一个基本思路 把它实现出来就可以 但如果他想问的更深一点 比如说针对切入式的更深层的一些底层开发 比如跟体系结构相关 或者跟CPU相关的话 那么这两种代码 就类似于像始终论 始终copy等等这样的函数 那么我们在回答的时候 你不仅要回答这些东西 你还回答一个什么 具体的实现可根据什么 CPU的特性来决定 就有些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由于现在的CPU不断的更新 像始终论 始终copy这种标准函数 有些CPU可能一个汇编就做完了 可能不需要在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数数的方式 去数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效率肯定不高 为什么 从头找到尾能搞哪去 对不对 所以说对于像始终论 始终copy这种连续空间处理的一些标准函数 我们很多CPU可能都已经支持了一些什么 它的更优的或者速度更快的一些指令 这个指令不属于标准C元能实现的 就C是实现不了的 它必须通过汇编实现 那么这种情况下始终论的这样函数 你可能要内签汇编来编 这个我们就是你可以提一下 因为这个你要看具体CPU 有些CPU支持就很快 有些CPU不支持就没办法 那你就必须按照这种标准写法 好吧 行的还是回到我们这 那么对于非字符空间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什么叫非字符空间空间 我们说你不再是什么 不再是有反心眼灵作为结束标志了 这个空间我们称为非字符空间 那非字符空间 什么叫非字符空间 比如说我们的int新P算不算呢 我们的那个char新P 刚才说的不能算了 因为卡新P属于什么 就叫制服空间 制服空间了 那么非字符空间 我们必须要改成什么 onsingle的char onsingle的char 那么onsingle的这个概念代表什么 就代表o 它是一个什么 无符号的 无符号的 所谓无符号就是 它在里头只代表1和0的意义 并不代表什么 我们标准x2码中的一些概念 所以说onsinglechar onsinglechar型和int新P 甚至来说我们说什么shoot型 shoot型 stractor型 对不对 stractor什么abc 新P 这些是不是都可以认为是非字符的 对不对 就是它读内存的方法 第一个它不是一个字写一个字写读 第二个 这些空间里头0不能作为结束标志 因为作为0结束标志的话 对它来说没有任何的物理 对不对 就像我们举的最简单的例子 你的数据采集 你采集过来的结果 你怎么能认为0就是一定是结束呢 对不对 它可能有些其他的特殊结束标志 对不对 0只能认为我现在采集的信号是一个什么 那个0电压或者是一个什么标记 对不对 你不能认为是结束 对不对 所以说对于非字符空间呢 我们更多的来说就是 非什么 非恰性或非conc的恰性的这样的空间 我们都可以成为非字符空间 好 那么最典型的写法呢 是这样 un single chart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我们内存 我们非字符的空间的内存的最小单位 是不是还是一个直接一个直接 这没有变的 对不对 所以说那对于我们该如何写一个函数声明 告诉对方 你给我传的空间呢 你放心 我不会把它当成字符串 你怎么 你只是帮我把它当成一个什么 普通内存 怎么来写呢 当然第一个想法这样写 VOIDFGN 好了 un single的chart 这不就已经完事了吗 对不对 好 我们说确实没问题 因为我们的什么 这个P确实指向的不再是我们的什么 特殊类型了 因为它是一个un single chart 所以说这种写法也是能看到的 但是我们还回答 是不是就完了呢 好 那还是一样 空间二要数 手地址没问题了 写数标志呢 也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给我们的一个想法是这样的 我写P100 你能限制我 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不能这么写吗 我写成什么 P1000 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不能这么写吗 也就是说你好像找不到理由 因为你只是告诉我地址 我凭什么不能偏100个 凭什么不能偏1000个呢 对不对 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 如果我们的函数声明中 只声明一个简单的非字符空间的手地址 给这个函数 是不是这个函数的设计者来说 就非常的无能为力 就是说我确实没办法对这个指针指向的空间进行操作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它有多大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不敢写这样程序 或者写这个程序 你也不能反驳我是错的 对不对 所以对于非字符空间中呢 我们非常关心的是什么 还是它的什么 结束标志 结束标志 那么它的结束标志是什么呢 我们在原来提到过 它的结束标志也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什么 数量 就是说我们在传递这个连续空间的时候呢 你第一个你先把什么 先把我的这个手地址给我 这没问题对吧 第二个你在给了我过后呢 你要想办法把我的什么 个数给我 这个数量呢 一般在内存中呢 我们我们很少啊 用什么特殊的大小来表示啊 都用什么 都用字 都用字节 都用字节 byt去表示 所以这个数量呢 一般都是字节啊 一般都是字节 所以说你这样写程序 我们说就是个典型错误 那该怎么办 我们说在这样的程序中 我们你这样写程序 没有办法去执行啊 必须怎么办 后面再加上一个 类似于像 int 什么lean啊 number啊 size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程序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什么 这个这个参数和这个参数 共同的去限制了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空间大小啊 对不对 好 这才是我们非字幕空间中的一种标准声明 也就是非字幕空间中 你一定是这样来写的 你光杆式定这样来写 肯定要出问题 肯定要出问题 知道吧 所以一般的写法是这样 就是说指定 不仅要指定什么 手地址还要知道空间大小 好了 知道空间大小 那么我们的代码该如何写呢 那么这个时候还是一样 怎么便利呢 怎么从头找到尾呢 好了 那这个时候就简单了 因为个数都知道了 我以谁为手地址 找多少个 这种会写出来 对不对 好 典型的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负循环 就是负循环不就跟次数有关吗 而这个地方是不是跟次数有关 对吧 所以说它的最典型的写法是i等于0 然后i小于什么 愣 这个愣呢 一般来说 我们的大小呢 就看还是看你个人约定 一般来说 因为我们的标签都是从0开始标记的 所以说自然而然是 到0到0减1 对不对 你刚刚小于愣就没有问题 好 比如说i++ 好 那么这地方呢 在每一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pi 然后进行等号的这边 或者是什么 等号的这边的处理 是不是 所以说呢 也就是说 实际上你处理了 对不对 处理了 好 ++++ 减减减 这些操作 对不对 然后呢 那每一次呢 处理完是不是都进行i++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对于非字符空间的一个标准模板 也就出来了 从头找到尾的 然后呢 你只需要在这里头添加什么 你每一个字符得到什么情况 或者是在什么条件下干什么事情 对不对 比如说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 我给你个空间 比如我的那个传感器 这个很多情况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传感器给我们采集来的数据 采集来的数据 采集来的数据 然后呢 它比如在内存中 比如在内存中 然后呢 它怎么的 它可能 这个内存虽然是连续 但肯定有一定的结束标志 比如说 比如说它前面给我们采集了一堆 乱七八糟不知道什么东西 然后呢 它中间有个冒号 就采集一堆过后 一堆过后有个冒号 冒号后面呢 有一个标记 比如说YY 那很显然这个冒号是不是就很关键 那我是不是就找到这个冒号 然后把冒号后面的东西取到 和冒号前面的东西取到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就跟条件有关了 我找嘛 每一个i我都找到冒号 就可以找不到冒号 咱们再说 对不对 所以这个操作方法 就非常的那个单一 就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过程 好吧 好 那这是我关于我们非制服空间的第一种 就是说看来咱们以后写法应该和什么 声明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Mouse这样的写法 好像应该解决了我们非制服空间的什么 这一种基本需求了 但是呢 问题没有完 函数声明虽然这样写了 但是我们的函数调用者恼火了 为什么呢 你看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mile函数出来了 由于数据采集中 它可能自己定义了一个数据格式 比如说采集的格式呢 就是一个结构体 因为结构体有它格式要求嘛 对不对 这样采集起来呢 我们在操作内存的时候呢 更加好操作 对吧 比如它叫申收 申收data 它这样一个数据 这样一个结构体数据 然后比如说它叫buffer 采集了一个buffer 然后这个buffer呢 它假设要交给FUN里头 帮我们把这个buffer处理一下 那很显然 是不是把buffer的手底纸给我们 对不对 然后这样呢 这个buffer是不是来了 然后没完 因为buffer完了过后 还得有个什么 是不是有个大小 我们说了 光有这个指针不行 因为你这是非制服空间 对不对 一定要跟个大小 跟大小好办 那么我们视频就一个 所以sizeoff什么buffer 然后乘以一个 对不对 一个小buffer给它就行了 如果有多个 那你就n个 对不对 好 那么它就去处理呗 是不是 处理了 好 但是这样写呢 大家来看 又有什么新的问题 没有 这时候啊 虽然说我们 我们的想法很好 把手地址交给它呗 然后呢 把个数交给它 然后它就从头找到尾 对不对 而且这个个数 是不是恰好也是一个字 字节 对不对 字节sizeoff 对不对 好 但是问题在这儿 这个读内存的方法 是不是结构体 你已经给它写死了 对不对 而这个是不是也写死了 是个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读 而且这确实是内存 读内存的方法 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读 但是我现在传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结构体 一个结构体来读啊 所以这样是不是就导致了 这个指针类型 和这个指针类型 是什么 不一致的 那么这是一种 那有时候那好吧 你把这个改成stractor 那个sensor data不清了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说如果说一旦 我们的那个 就是又换了一个空间 比如说我现在空间更简单了 可能就是一个int int8分1 比如说100个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想把8分1处理一下 那你这个地方的程序 难道又写成一个int型吗 对不对 所以总体来说呢 对于我们的函数 形参和实参中呢 如果说我们用 onsinglechar型 去描述facebook空间 就会导致我们的 由于这个什么 这个facebook空间 所代表的类型 是不是特别多 你没法用一个实参 要用一个形参 去描述这么多的指针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难道要写 无穷多个什么 这样的同样的函数 然后给它不同的指针吗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不太合理 不太合理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怎么处理呢 那么C元编辑 帮我们做了一个 一种事情 叫什么事情 叫VUID化 也说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提出一个 叫VUID型的问题 按理说VUID呢 你是不能修饰型的 为什么 什么叫空类型 也读内存是空的 这个很难理解 对不对 就你不读内存 这不像话 对不对 所以说呢 那么VUID呢 它更多的是一种 什么 形参化的参数 就说 它在形参中呢 代表什么 代表任意类型 就说形参 反正你反正没关系 我只是告诉编辑 你是个指针 你给我传什么指针 VUID都能够接收 这样编辑 是不是就不会报错 看没有 所以以后看到VUID 反倒要把它当成 是吧 是我们什么 非制服空间 或者称之为 就是我们的什么 数据 数据 空间的什么 的标识符了 标识符 而我们的恰心 就是制服空间的 什么标识符 那么看到VUID呢 你就可以理解 反正你申请的是 个次段内存 这段内存呢 反正没有什么 反显定最后结束标志 然后是这样一段内存 而这样内存呢 我们在传给它的时候呢 你就直接放心大胆的 把这个地方取缔值 因为它可以接受任意类型 所以编辑不会报错 看没有 不会报错 然后不会报错过后呢 那么剩下还没完 为什么 因为VUID非常麻烦 它一定还得跟一个什么 跟一个什么 大小 因为它是我们什么 它的结束标志都没有 结束标志都没有 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说 对于非制服空间中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就MemberCopy 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讲 讲过MemberCopy和始终Copy 对吧 它的一个简单区别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它的函数声明 因为我们说MemberCopy 实际上是一个 应该说它是内存拷贝 那自然而然就是 什么类型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看到了VUID 看到VUID 所以看到VUID 想当然的 就要把它当成什么 它是一个啥 它是一段内存 而内存的话 这个地方一般来说 在这样的指声的后面 一定会跟一个什么 size-t 其实size-t 就是可以认为是int 是个数字 然后把这个N去修饰 你要考多少个 所以你这个对于非字幕空间 一定会有一个什么 个数的限制 个数的限制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小例子 使用Copy